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一般来说 谋如寒露是一个人用情的象征 也正因为这样 感情一来 来了则情不自尽 故此 拥有这样眼睛的女子是很容易对男人动真情的 爱她则不管不顾 也就不在乎她是否有家事 核心的就是 这类女子往往不善 持身自重 与中国传统思维不容 古人认为 贵气之女 勿须娇媚 端庄玄镇者 自能得良人为福 夫妇恩爱 相伴终老 若无端庄仪态 只得娇媚之貌 则难登大雅之堂 难得名媒正许 只可想富贵 而难想家庭之乐 故只能做情人或测试 难成正配 二 人中弯曲 眼尾含斑 面上上 一个人的情欲通常可以从人中部位得到验证 因为 人中是一个人生殖能力和器官在面向上的表现 如果一个女人 人中弯弯曲曲的 说明往往具有不可抑制或者不太正常的情欲 因此 拥有这类面向的女子 往往不会满足于拥有一个男人 一旦老公出了远门 内心耐不住寂寞的他们 会发生偷情这类的事情 而眼尾是一个人的肩门 代表夫妻功 如果该处出现斑 疤 痴痕的女子 婚姻则容易出现不太正常的情况 往往容易遭遇一两位已婚男子的苦苦纠缠 三 笑眉似柳 伪中带志 柳燕眉本来是眉中家相 不过柳燕眉的女子拥有追逐浪漫心思 多情则容易令她们脚踏两只船 回旋于许多男人之间 这种眉相笑起来就如风中凉柳 随风招展而不端眼 多了一些风流气质 多了一些攀附之风 也就容易招风影蝶 倘若此种眉相的尾部带志 这一类的女人风流中会增添一些臣服 对抢别人的男人很有手段 四 眼高于耳 双拳隆起 从耳朵与眼睛的位置高低 也可以判定一个女人是否容易成为第三者 而耳低于眼的女人 可谓是真正的听觉动物 男人不经意间的一个承诺 随随便便的给予田园蜜语 就足以令她们掉进爱情的圈套里 到最终自己成了别人的小三都还不知道 双拳隆起的女人 性格过于尖锐 不似其他女人那般温顺 一旦她们爱上一个男人 便会一根头扎进去 倾心倾力地去爱那个男人 似乎在对外界宣告 她更定这个男人了 所以即便是对她说再多的反对的理由 包括说那个男人是有父之夫 她也还是无动于衷 五 上庭不正 地格兼薄 上庭不正 及额头不正 她们天生就没有为人正妻的命 婚姻上最多给男人当小三 地格 一般主丸井 地格一丰厚 不予奸销 地格丰厚 主家运丰盛 晚年福禄绵绵 若地格兼薄 大多主一生漂泊 命途多起落 女命更难安于世 骨肉相害 今天就讲述到这里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你们的支持 是我最大的动力 有好的建议 欢迎留言评论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